民進黨藍信不分區 頭牌沈柏陽 最近的言論 大家是非常的頭疼 因為他也被挖出來一個 最新的在2019年的時候 當時他有講說 而且當時他還是這個教授 副教授的一個身分 他說可以從一個人 喜歡看什麼樣的成人片 去分析他的政治立場 他一講出來大家很驚訝 這是到底怎麼回事 來看一下內容 他講的也很妙 他說透過這個VPN 跳板的這個方式 去中國看色情片 中國就可以藉此知道 你是自由派還是保守派 我也很好奇 等一下要問偉翰 為什麼會有人想要看A片 是透過跳板到中國去看 中國的片源也比較多嗎 然後就可以猜出你是自由派 或者保守派 知道你的立場之後 根據你的立場丟新聞 來判斷你 來影響你 我在想說不管你是綠的 或者判斷你是藍的 丟給你的新聞不一樣嗎 這有什麼差別 他當時是北大的副教授 他分析他說有一些人 在這個性行為的時候 喜歡捆綁 這樣的人通常是主張平等 所以如果不喜歡捆綁的 就是不平等 然後他會講說 有一些比較保守的人 就喜歡亂倫的 跟家裡的人怎麼樣怎麼樣 這種亂倫的片這樣子 人家問他說如果是男男片 他就哈哈 就沒有再做評論了 所以他這些說法出來之後 大家很震驚 我們的政治立場 跟你的這個性癖 有任何的關聯嗎 然後他說他會被斷章取育 但是可以機會教育 中國是用低成本買個資 用大家來判斷 然後再對你做洗腦 他用的是Justin 很有名的一個學術研究 但有專業的網友說 Justin他做出的研究 其實常常用的是錯誤的這個數據 去引導出一些聳動的結論 他非一夫一妻制 跟偷窺行為 對共和黨人具有 這個巨大的信心引力 他做出的一個結論 所以這個網友就說你很奇怪 常常是聳動標題 然後引用錯誤的統計 拜託這個沈柏陽 你貴為立委 你的這個視聽說法 影響視聽很大 能不能先Google一下 先了解這一個人的評價 那王宏威還有包括這個徐曉星 他們非常擔心 因為他們算是立法院的同僚 他很擔心沈柏陽 是不是上一次撞到頭之後 狀況越來越不好 請教委看 因為他2019年就講過了 所以這應該跟就是 就是說改變說法無關 他一直是這麼認為 那我如果有機會問到柏陽 問清楚 他到底怎麼判斷的 那從我們過往 他的談話內容來看的話 他認為就是在看這個全人片的時候 你喜歡的那種 就是不同的樣態 可以判斷出你是自由派還是保守派 我是覺得這應該很困難吧 因為每個人性向不一樣 對不對 就是說自由派的人難道 就不會去看 我這到底怎麼分的 OK 這個再看看 第二個 他所說的是怎麼樣 就是說跳BPN 我能理解就是說 我們上大陸的網站 基本上不用跳BPN 但有一些是在大陸地區才能看的 你就要跳了對不對 如果你去那邊跳 應該跟這個免費不免費有關 我們台灣基本上都要有版權 我們應該比較多遠 所以他意思是說 何必跳到中國看我就不懂 第二個就是跳BPN 第三個就是個資了 如果你要去看這些成人網站 然後你為了要看更多 或更方便登入 然後選片等等 其實我覺得這個 都不是一般人所熟知的領域 那你登入了個資之後 或許對方就可以透過監控 木馬或怎麼樣去掌握到你的個資 他想講的大概是這個方向 不過現在被群起圍攻 我覺得等他把那個內容部分 講得更清楚 到底這個看這樣的片 因為其實我相信可能 我覺得他講的已經夠清楚了 足以判斷他這個人的狀況 你覺得他身心 是不是不適合當立委 現在我看很多人都是這樣講 不過我覺得他有他的一套論述 你相信他的論述 我覺得他 你全盤接受他的論述嗎 他很認真的講 看這個片子的心理學 跟那個判斷保守派 跟我不知道 因為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 我也很仔細看他所講的內容 他顯然不是亂講 可是他可能認為國民黨比較保守 保守的人可能就有他選片的這個片號 你覺得這個說法會是成真嗎 因為他有講到這個 剛剛你有講到的例子 他說喜歡看捆綁片的人 就比較在乎平等 主張平等 這怎麼會 對 為什麼 那你 這我不理解 所以我沒有辦法 我覺得如果他是一般人 我們就也就不用評論他 但他貴為立委 而且是民進黨 不分區男性的頭牌 我們就會很害怕 因為他製造這個國家裡面很多 很多這個重大的政策 那現在另外一個事情 軍方現在要徵召宮廟的空地 要準備來玉屯彈藥 當然分幾個狀況 暫時跟非暫時 非暫時 就是我們平常平和和平的時期 我要做預演 我預演的時候 我可能先缺一些廟 然後他現在說軍方要請這些廟 要同意 附近的居民要同意 但我在想說 你打仗的時候 你還要他簽同意書 你打仗的時候 我要囤哪裡 我要進到哪邊 就進到哪邊 就不用同意 那你在平常預備的時候 需不需要民眾同意 民眾說我害怕 然後更妙的是 他講的是什麼 是說如果準備要打仗的時候 就是現在兩岸很緊張 然後我們已經有情報 接到情報 說準備 可能下個月 或下下個月 可能就要開戰了 所以我們趕快把這些寺廟 我們把它囤彈藥 可是吊詭的是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我如果是居民 我看到你囤彈藥 我們就嚇死了 下個月要打仗了 那這樣會被居民會害怕 那下一次徵召銅鑼公館 附近三間公廟 距離科學園區 很重要的這些道路 可能打這個科學園區 所以我可能選一個附近的點 周邊比較少民宅處 後子部因為引發話題 他說這個是項目之一 但他不會實質 演習的時候 不會實質放彈藥 大家不用太擔心 接種他是軍事專家 他說你這樣多此一舉 而且反而把你打仗的時候 會的佈局提前曝光了 軍事專家張靜他講說 不要鬧了 我們這些公廟 如果有些是要受到保護的話 我們的日內瓦公約 其實有條文說 是不能打在這個地方 不過他講的那些公廟 有的可能根本不是古蹟 隆基兄怎麼看 沒有 這個跟古蹟無所謂 就是說日內瓦公約第53條 它是這樣 就是說如果你是宗教 跟信仰的場所 那你是不可以作為 軍事的一個用途 為什麼 因為國際法裡面 是要保護你的 譬如說醫院一樣 那醫院 如果你在醫院裡面 囤炸藥 彈藥 我跟你講 以色列不是就打了嗎 就從醫院開火 為什麼 因為他說情報 就是你有部隊 跟彈藥在裡面 所以你現在還公然的說 我們在公廟囤彈藥 那你要了解 這個避難的時候 很多公廟就是一個緊急的 臨時的救護中心或怎麼樣 那你把這個訊息弄出去 將來就不受國際法保護 所以我要把這些 給你送給我送說 你看他們這個身體 看我看就好 那你為什麼不去搞教堂 清德兄我知道你信仰這個 但是你為什麼要把這個彈藥 擺在我們公廟 為什麼不去擺在教堂 然後你說我們公廟是第五重隊 也是被統戰的一部分 一個媽祖廟大概 一個媽祖廟可以影響你950幾票 那你現在又準備要把這個 我們被統戰的這些公廟 你把彈藥擺在這邊 那不是他馬上把你的情報 洩漏出去 因為他都被統戰了 然後你擺的到底是擺槍彈 就是子彈 手榴彈 火箭彈 火箭彈 然後赤針灰彈 有幾種 那我全部這些 你說這些人都 公廟都被統戰了 然後這些人不是把你所囤的 多少彈藥 型號 全部都報給老共 那你還有什麼機密可言 國防就是出其不易 那你縱然要做這種布局 也不是現在大啦啦的講 然後發個公文給你 要說我去年在這裡就已經講了 如果你們家有地下室 我回去的時候我一看怎麼 派出所來貼了一張說 這裡可以容納253人或什麼 我才知道原來他從顧力雄 要把我們兵役員一年那一年開始 就統籌 統調查的所有地下室 可以做為多少避難空間 都已經全部做過一輪調查了 所以現在要做打仗的準備 不過今天有個最新消息 大家一直想說真的假的 孫安佐他突然間說他變成好人 變成好同學了 他要準備要投資要做這個科技業 那這個科技業是什麼 他不過跟我們台灣的 國家安全息息相關 他說有一些高端的科技 千萬不可以落入中共 壞人的之手 他現在改名字了 然後他在轉函說要做科技業 他說他要做科技研發 研發新型的電磁槍 不是電磁砲 是電磁槍 要對付阿貢 武統的威脅 他的經紀人 這個照片上這一位 他說我們台灣的人數 比中國人數少這麼多 以小博大就要靠科技發展 電磁槍 冷兵器 雖然沒有用化學燃爆的技術 但是是非常先進的武器 而且不可以讓對岸先奪先擊 不可以讓他們先發明 可是我們隨便查了一下 去年4月6號人家不但有 而且人家已經進入了實用化的階段 這個硬幣式的子彈 可以擊穿3厘米的後木板 然後最大的射數 這個每分鐘可以數千發 聲音小 無火花 沒有蛋殼 而且可以連續的擊發 就是數百發這樣子 我們還在想說要投資 這個孫健豪他有這個研究很好 這個我們中科院 應該趕快跟他接觸 因為我們落後人家太多了 那中共他是 就是亞洲剛剛講的 他是電磁炮 他電磁炮早已經上建了 就通過已經測試什麼 就已經實用了 而且射程已經有幾百公里 那你就可以知道 他的進步到什麼 另外還有一種就是激光武器 他的激光武器 這個都是要整個要很強的一個電力的輸出 所以電力如果不足 那我們現在又要揮核價錢 你又要研發這個 所以我跟這個孫健豪講 就是說這個機關 你研究這個你要先問問看 我們經濟部能源政策要不要轉變 如果能源政策不改變 將來的武器也好 如果有家電用品 什麼都已經電器化了 就通通要用電 那我們還要從太陽能再轉換電 那就表示你晚上不能作戰 那你到晚上就要躲起來 那白天等太陽大概八點多以後上來 你才可以這個火力才可以發揮 所以這個但是還是鼓勵他 有這個研發是好事 那就看中研業要不要採用 可是我覺得我們可能政府 都無心在這些認真的實事上面 他們忙什麼 忙著罷免 希望可以醞釀大罷免時代 謝國良被罷免 這稱為拆糧行動 是不是即將要塵案 第二階段預計 7月5號就要送件 那最新的新聞說他們 這個連署已經破4萬 那門檻是3萬多 所以他說現在達成率是130% 當然到時候會汰換一些 那謝國良說他一直有做相對的準備 但是國民黨這方面 也有十足的底氣跟信心 他說沒關係 你玩真的 然後我就開始罷免 這個基隆市議會的議長 童子偉 說我們以藍營在基隆的實力 我們同樣可以讓你地洞三搖 除了基隆市的議長童子偉 包括綠營的這些議員 他們通通都有被鎖定的名單 然後這個時候就有個微妙 我們賀蘭發現高嘉瑜 他本來打卡都在內湖南港 他最近打卡都在基隆 就想說是不是 開始為補選市長做暖身的準備 民進黨的秘書長黎又昌 前基隆市長 今天在基隆市有一個很重要的活動 就他們的轉運站正式啟用 他任內也有相關的規劃 他說我也是工程之一 你啟用怎麼沒有邀請我 所以民進黨議員罵謝國良的團隊 有機場鳥肚 但是國民黨的議員說 拜託你卸任的時候 你繳給人家的時候 有一百多項的缺失 還好意思來約你嗎 但是這個謝國良的解釋說 因為他有黨職的身分 維翰怎麼看 我覺得現在目前基隆 往整個仇恨螺旋的方向走 就是說看起來也要反制去罷議長跟議員 這幾個議員其實不用講 張浩漢他就是出來幫忙收連祖書的 你要罷謝國良 人家要罷你 我覺得這都天空地道 我不是很贊成罷免 因為我覺得我們的選舉 除非有非常重大惡性 要不然四年到了 你下次不要選給他 換個黨 換個人就可以了 所以我的態度一向是這樣 可是如果當地的仇恨值很高 或者是當事人的仇恨值很高的時候 那就麻煩了 那以謝國良來講的話 他現在目前在基隆當市長 他要打造的是有愛城市 對不對 他的女兒叫小愛 就愛到最貴的時候 就變主愛 就被他們探胎雕 對不對 他的態度跟方向 我看目前我認為是正確的 就是他講市政 那林佑昌講了一句說 就是說為什麼沒有請他來 我覺得因為如果再罷免 可能也很快 未來這段期間 這我個人看法 真的不妨就約前市長來 同樣像賴清德總統 不是去高雄搭捷運嗎 那國民黨的台南高雄 柯智恩 謝榮介也可以請去 雖然他沒有地方的區域立委 可是他 大家知道他在那邊經營 應該藍綠要這樣 第二個 現在目前謝國良 他如果要被罷免的話 那個票數是七萬六千九百七十九票 他才會罷免成功 我覺得以成案來講 因為先前不是都講說不會成案 他現在看起來要成案了 而且想說一定罷免不會過 那可能就會過 所以其實不要去刺激反向 我覺得是最好的方式 像黃潔 林昌佐 黃潔他在高雄奉山 那時候被罷免 他是因為高雄夠綠 所以反罷免的票 比罷免票多一萬票 過關 林昌佐是要罷免那段期間 就不再啊啊啊啊了對不對 那就沒事了 就過關了 但如果罷免期間的時候還繼續 就是不怕不怕的 像陳柏惟跟王浩宇 最後就彼此票數門檻很高 那我剛剛跟大家講了 因為剛好這裡有一個 就叫鄭文庭 這個要被罷免的議員 他是基隆市的民進黨議員 也是這次基隆市的立委候選人 叫鄭文庭 他拿多少票 六萬九 那蔡世英跟謝國良選市長對不對 蔡世英拿多少票 拿七萬一 所以即使在那個總統選舉 都七成投票率的時候 民進黨也不過開出六萬九 七萬 七萬一 罷免謝國良要七萬六 你只要不要讓當初投給你的人 對你失望 光是民進黨大集結 他都開不出這個票 因為總統選舉 都已經開到七成投票率了 只有六萬九 所以你要說 說實在來 罷免有可能到八成投票率嗎 不會 罷免跟補選 大概也就這四五成而已 頂多四成多 對 所以如果你自己 把你自己的市政做得不錯 那有人討厭你 可是大部分人講說 他還沒做什麼 就不會 那高教瑜他講這個 我覺得他倒不是開玩笑的 因為他這次也沒有跟到 就是譬如說 當個什麼副部長 次長 什麼都沒有 那既然都沒有擋責狀況之下 如果真的罷掉 我覺得他有可能會去選 有人講說怎麼可能 他不是要選台北市嗎 台北市要輪沒那麼容易 可是如果罷掉了 他去當基隆市長補選參選 的機會我覺得不低 可是那得罷掉 我不覺得這個謝國良 現在目前狀況 七萬六的這個門檻 那麼容易被跨過 其實要罷掉謝國良 並不簡單 龍介兄你看 藍營要罷掉同志委 或者民進黨的議員 容不容易 很簡單 很簡單 罷掉議員 因為議員的選區票不多 那25% 所以很簡單 但我語重心長講這個 一個想要做事的市長 你說今天不邀你林佑昌 他在查你弊案 然後他把基隆的產權拿回來 法院都判謝國良贏了 然後一個 你搞了八年有問題 他還沒有正式去查 那你們就想要發動罷免 這實在說 說不定 你看賴清德是40%當選的總統 40%當選 我們要罷免總統 你知道要幾%嗎 要50% 要50%才能罷免40%的總統 謝國良拿了55%的選票 要罷免他幾% 25% 25%就可以把你罷掉 就像立委也一樣 所以這個選報 民進黨在他也要修 他之前為了陳柏惟 也是想要把他修到說 你要罷免他 他拿了8萬票 你要罷免他就要801票 所以整個罷來罷去 本來我們是想說兩年選一次 現在搞到現在變成 每一年都有在選 就變成這樣 罷來罷到整個台灣都亂了 所以這選法法要不要修 可能藍綠都要好好去思考 一件事情 不過現在陳廷菲 陳廷菲本來要選 台南市長開始佈局 但他現在第一個大動作 就是他要去選中常委 他登記了 但鄭國會說 內部傳出來 有他們的內部的高層 就是說你這樣是背叛 你是背刺 但是我們沒有叫你選 陳廷菲說他要爭取 有一個關鍵是 因為他要拚台南市長的提名 當然我也不知道中常委 能不能保證他提名制度 對他絕對不會有認得 社圈套的狀況 他也有人氣很多 陳廷菲在台南市 現在準備要選市長的人裡面 他的支持度跟人氣 一直都是第一名 可是因為現在林俊憲跟他打對台 林俊憲背後又有賴清德 隱隱約約的支持 所以就很擔心 他登記之後 就被認為是背叛了鄭國會 因為鄭國會規劃 不是讓他去選 沒有要讓他去選 現在狀況登記之後 陳廷菲是低調的面對 希望說他跟林俊憲 可以張上公平的舞台來競爭 很怕到時候遊戲規則更改 可是陳廷菲已經一直強調 就是接下來台南市長 不管是初選還是怎麼樣 一定是用全民調 全民調陳廷菲還會害怕 然後這個鄭國會的核心幹部 就是為了要確保林家仁 跟李永昌跟賴清德 互動和諧 講得好聽 互動和諧 所以要開砸陳廷菲 斬掉陳廷菲 賴清德這條線才不會斷掉 但互動和諧好聽 講得難聽是什麼 利益交換 你是不是拿官位拿黨職 跟他交換說 我們絕對支持你的這個林俊憲 有沒有這個問題 所以有政壇人士說 如果林家仁不願意跟陳廷菲 十六年來不顧他們的情意 只真的把他開砸 那就坐實 你有利益交換的問題 然後現在還有信賴信統 希望可以拿到中常委過半 可以拿至少五到六席 因為總共十席 第二派系的政國會 因為陳廷菲登記 會不會變成他們政國會的 分裂的危機 林家仁現在傳出相當不滿 說派系盛傳將近五年 也沒有開的重大決策會議 要處理陳廷菲事件 陳廷菲這個說 有一個南部的重量級 有按住 到底怎麼回事 龍介兄 我不殺柏仁 這個故事就這樣 林家仁來到這邊 坦白講我們講 林家仁 鄭文燦跟陳其邁 現在鄭文燦大概就已經 被賴清德把它 改到那個海基會的 差不多包起來了 你只要到那邊一年兩年 不必磨你就紅了 所以將來林家仁的對手是誰 就是陳其邁 所以林家仁如果沒有在這個階段 跟賴清德 因為賴清德已經跟你 不是同一個梯隊了 所以你選擇跟賴清德策略聯盟 是正確的 讓賴清德多一張牌 可以跟陳其邁在競合之間 賴清德的空間 就變成他總統揮灑的空間大 但他掌控所有資源 所以林家仁這個時候 也不是說故意要去砍陳廷輝 那你就為鄭國會犧牲一下 因為你們既然都講是為鄭國會 鄭國會為了生存 為了能換到其他的未來的發展 就說這次沒有你就尾口一下 他要比較適合 他要更暴力了 所以你在認為他陳廷輝說 他只求一個公平的競爭 坦白講不用公平 一定是他贏 比如說一定是林俊倩贏 一定是陳廷輝贏 一定陳廷輝贏 但是現在因為出了王毅川這個事情爆料以後 我那天在立法院也跟陳廷輝講 只要全民調裡面有50%的手機民調 那你就困難重重了 全民調可以分手機民調跟四話 四話50% 手機50% 那陳廷輝就包起來了 這個為什麼 棘手不欲勿施 所以我叫清德兄不要這樣子 因為2019年你就是被蔡總統這樣弄你 所以你說請總統不要用國家機器對付你 請總統不要用你的網軍對付你 那現在整個你拿到政權以後 怎麼會變成要用這個來對付陳廷輝 你一定告訴我不是 不會 那後面還有兩年多的時間 提名他們還有兩年的時間 所以陳廷輝現在會陷入苦戰 他們已經全面支援戰已經下去了 全面的支援戰兩個陣營全面開打 所以你可以最近可以看到林俊憲不斷不斷在曝光 那這就講了鄭國會他並不是說跟陳廷輝交惡 那只能犧牲你來換取這個派系的最大利益化 還有一個最大利益大家看到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跟上這個車 雲爆相當的驚人 連續好幾天這個漲停板 他已經被關緊閉了 這個交易還受到五分鐘的這些相關的限制 縱使是這樣 還是演不出他的一筐喷的行情 今天又繼續漲停板 已經漲到了這個254塊錢 那這個狀況裡面大家就想說 這個賴清德上來之後雲爆真的很不一樣 台灣不斷的跳電或者停電 結果雲爆吃到跑 那相關的這個雲爆的能源總經理 他則告訴大家 經濟部預估AI科技快速成長 未來供電優先考量太陽光電 那包括謝金河也講說 這預告台灣的綠能產業 數十年發展的地位 台灣乾淨能源產業會持續暢旺二十年 現在已經噴著這樣 再暢旺二十年 不知道是什麼光景 那另外一個大家 漲黃金漲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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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漲 漲到一個已經沒辦法下手了 那下一個會漲的貴金屬是誰 現在有人講說是白銀 白銀最近這一兩天 有稍微的下滑一點點 但是你知道嗎 今年的漲幅黃金是12% 已經很驚人了 白銀今年的漲幅居然是24% 它的價格已經創下 十多年來的新高 然後黃金太貴了 印度人現在改買白銀了 全球白銀需求高達12億盎司 很大很大的一個需求 那缺什麼 不是裝飾 也不是豚 是做工業需求 那為什麼工業需求 它的相關表現優於黃金 因為它對經濟變化 是更加的敏感 工業上面白銀扮演很重要的 就是主要是太陽人 如果現在全世界缺電這麼嚴重 不是只有台灣缺 全世界都有相關的狀況 太陽人暢旺二十年 相關現在美國的這些執行長 也講說供應鏈是出現下降的狀況 我們看到有個新聞 墨西哥它的供應急劇下降 白銀迎來抄底的時機 說墨西哥是最大的白銀生產國 這個國家的產量在過去兩年 下降了將近25% 這個請教委員 每次講到這種話題的時候 我都會有點擔心 因為我自己沒投資 但我會講說 我看好什麼的時候 他會講說你是對 你是會不會 你說怕繁殖標 對 但是沒差 但是我們就有一說一 因為我們現在國家政策就是大量發展光電 綠能 但綠能當中含光電 而且大部分的光電 所以你說這個光電公司的老闆 你說他自賣自誇自隨自的也好 2030還有9000億要投資 除非光電不做了 要不然光電股會長 這很正常 但問題是光電 你做的過程當中 就要看看這個 憲哥哥所在講台南的弊病重生 你衝太快 用地的問題等等 可是當國家的政策是要用光電 核能也即將退場的時候 那相當一定是會漲的 但因為我不是財經股市專業 我自己也沒有買過一張股票 我就講到這裡 因為國家方向是那樣 看起來不漲都不可能 第二個大家聽過真金白銀 意思就是真金白銀 可是這畢竟比銀還貴 但為什麼耀州跟大家 其實這不是最近 已經兩年了 就是說所謂的中國搶黃金 印度搶白銀 理由有二 第一個就是中國人更喜歡黃金 但是也因為中國人太喜歡黃金了 很多假的黃金 所以為什麼買白銀 第一個就是黃金價格貴 黃金不容易買 黃金買的 又可能買到假的 那倒不如買白銀 所以為什麼白銀 他的那個有沒有 漲幅是整整是 是金價的一倍 金價12% 白銀24% 那確實 也不只是在中國大陸 金 你知道什麼叫做真金不怕火烈嗎 叫做 當你買到金的時候 大家通常都會拿來燒一下 先火烤 燒一下如果有變黑 那就是假的 可是現在假的黃金可以做到 你烤了之後 還看不出來變黑 因為它是銅 現在就有很多是 用特別的銅去做了以後 你用火去噴它 它完全不變色 所以它就噴完以後 真金不怕火烈 你看沒有變黑 買 就用金價給它買 回去一驗 一點金的含量都沒有 完全是銅 那我要跟大家講 因為如果看實證的話 你家裡有開那個銀樓 你就知道 你用火噴槍去噴那個金 噴完以後 它不是不變黑 它會變紅 它會整個通透然後會融 那等到火拿開以後 它溫度退回來以後 它會變回原來的顏色 不會變黑 那這我們就叫真金 那問題是你買的時候怎麼判斷 而且已經出現很多假的黃金 剛才我不是股市人家 現在我家也沒開銀樓 但你要買的時候 你要去鑑定 那白銀 因為在這幾年被大家覺得說 它也有保值的效果 所以買白銀的人就變更多 還有工業的需求 好 我們更多話題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無人拉麵店裡面應該是沒有店員的 但沒有想到在台中有一個 無人拉麵店現在引發很大的標題 因為這個老闆管的非常非常多 比有人管理的店還要更加的恐怖 甚至他現在最新的說法是 你在裡面吃店的全程的過程 直接在YouTube上面直接直播出去 沒有馬賽克 那有些消費者就會覺得說 我不想要曝光 我就吃個麵而已 甚至更糟糕的是 這個老闆現在在IG 他認為說你加菜 加料 我提供免費的給你加 結果你沒有吃完 像這一張就是有些消費者 他最後倒掉的東西 讓這個老闆很生氣 老闆氣得不得了 說你怎麼可以浪費食物 甚至他也是說單子也不能亂丟 他把這些違規 或者是沒有做好規矩的 直接PO在IG上面 那有些是直接沒有馬賽克 直接有些話還罵得很難聽 比如說這一個 他說菜單不會自己丟嗎 只亂丟 然後稱他們也是戴眼鏡的 你泡菜倒一堆是怎麼樣 沒戴眼鏡你更扯 你倒那麼多 希望你出社會之後餓死 蟲死 這有點詛咒人家 那這就是這位老闆 無人拉麵店的老闆 老闆娘這樣 然後他說 如果你PO文下來 你想要下架的話 要再給他100塊浪費食材 那他也講說 這一些錢不是進他口袋 是拿來做愛心待用餐 這個拒絕浪費食物 會有下地獄 很多很多網友還被他罵說 你們會下地獄 再這樣浪費 我要公布你們的長相 他說他不怕被告 是決定善良的 讓他們改過自新 那已經很多人跟他有官司 有他告人家的 也有人家告他 有兩個人是告他 妨礙敏遇 用這種方式 那進到他店裡面 壓力其實很大 剛剛看他門口 就貼了很多公告 裡面也是公告很多張 包括你要怎麼配 然後強調他不是吃到飽 等等的規矩一大堆 然後包括說 連參觀都不行 謝絕參觀 然後有錄影中 禁止吸引 禁止飲酒 禁待外食 然後老闆說他自己很擊敗 擊敗什麼意思 就是台語的意思 然後各種壓力就很大 所以我網友說 看完這個老闆的IG 有些人是剩下幾片的菜 也要被漏搜發到IG 好恐怖 但也滿多網友是支持他的 因為很多網友說 本來就不應該浪費 支持老闆娘這麼有勇氣 對抗這個客人 剛剛有講到他這兩天 在YT上面全程直播 而且無死角 就他店內四支 這個監視器畫面 全部都有出來 整天不管你有沒有違規 你守規矩一樣 都會上這個畫面 那有些人說吃個命 要讓大家欣賞 律師有講說店家公布 這一些有違反個資的問題 現在已經在訴訟 甚至你辱罵他 還有誹謗的問題 他老闆自己講說 這樣做他們的廚餘減少了三分之一 他說赤龍赤鳳的這一些 好像黑道一樣來跟他吵架 他也沒在怕 他說花錢就是大爺 這個心態是不可取的 我又不是你消費者媽媽 沒有辦法認可 你就不要進來 因為我規矩都跟你講清楚了 請教我看 這個事情我直接講結論 我覺得老闆娘錯了 老闆娘可能要來罵我說 你也不知道我們在做事 來 觀眾朋友 他開的是無人拉麵店 他裡面剛剛要說講很清楚 他說他有錄影 可是有錄影跟公布 這個顧客在裡面的行為 跟長相不是同一件事 我們今天到很多公共場所 都有錄影 如果你去看網路上Google他地圖 他到處拍的時候 如果你今天被拍到說 我在門口交花 你開車過去也拍到我的臉會怎麼樣 我申訴以後 他馬上會把我的臉麻起來 這是我的肖像權 所以如果你今天 你是無人的拉麵店 泡麵店 你在裡面泡麵 你有提供這些食材 然後你告訴大家不要浪費 浪費的話我要罰你錢 我覺得這都在消費錢的公告的 一個所謂的契約 你浪費我要罰你錢 那你怎麼知道我浪費 因為我裡面有裝監視器 當我裝監視器 我人沒有出現 而你浪費了以後 給我弄很多的菜 結果你沒有吃完以後 我公布那個畫面 我找到你 我跟你要100塊 我覺得這是屬於電規 可是現在的各位觀眾朋友 他最大的問題是 下架 下架要100塊 這個有沒有問題 他現在的問題是 對 他意思是說 你根本從頭到尾 不應該把這個影片 沒有打碼狀態 把顧客吃飯的過程 還有臉給公布 他現在人家去警察局告他 是因為你為什麼 我在吃麵 你要把我的臉給公布 現在老闆娘 他堅持的這些我都贊成 不應該浪費我不是你嗎 你不應該弄得很髒亂 你不應該盤子亂丟 你不應該浪費食材 這些東西都OK 你可以堅持 可是你拍了YT 而且直接讓他上網播出去 這事情是不行的 你現在重點在於 你公布人家的身分跟長相 至於我們台灣 不要講現在 我在年輕的時候 跟我同學去吃火鍋的時候 就有講食材浪費要罰錢 結果我那個好朋友 他給我拿了一堆蛋餃以後 開始吃甜甜的 我還沒開始吃 那整鍋蛋餃怎麼辦 我到現在還記得 我老頭羅國俊對不對 我就一個一個吃到 也有也有買了買了 我馬上去吃幾百 一人出一百 叫我別再吃了 可是我就不想要罰那個食材浪費 我就把它吃完 所以要符合電規 但這個過程當中 就算你有拍 你可能說怕有消費糾紛 你把它拍下來 我覺得都可以 因為他已經有講 導播可以的話 你把那個畫面再弄出一次 他的牆壁上有寫錄影中 可是牆壁上有寫錄影中 跟顧客的臉還有 公布是兩件事 對 公布是兩件事 你現在重點你沒有搞清楚 你為什麼被告 就是這樣 為什麼人家去警察局 所以他很堅持說 我有錄影中 OK 但是你錄影中 就把你錄影中的東西 拿來當你跟消費糾紛的證據 OK的 但你把它放在YT上面 把人家的長相跟行為公布 這是不OK的 還有另外一件事情 現在我們的三大電信業者 他到底 我們在這個辦手機門號的時候 他都會勾一個 說你有沒有同意 他各資收集 我們每次在勾的時候 都想說能不勾嗎 但不勾 他就不讓你辦門號 我們沒有拒絕的權利 你不勾 抱歉 門號不讓你登記 那現在有人開始討論說 裡面的契約裡面寫得很籠統 因為法律字眼都寫得很模糊 經過業者處理 而且確認第三人 無從辨識了 就可以把資料提供出去 但青鳥事件 王羲之事件 不就可以識別嗎 識別你是白的還是綠 那到底你無從識別的標準是什麼 那三大業者遠傳說 我們有相關做過這個集合 那台灣大哥大說 我們有設了相關的委員會 其實說回答沒有回到點上面 中華電信是連回答都沒有回答 像我們NCC說 會有相關流程的爭議 為什麼我們不能拒絕 我辦門號我就非得把我的相關的這些個資什麼的 我有疑慮的東西攜手奉上 不奉上就不能辦 這合理嗎 龍介兄 你可以拒絕 可以拒絕 這個要修法 那你說不能識別是他們對外講的 他提供給台南市政府 元宵燈會的時候 那現在這邊這個基地台範圍裡面 有多少人 這是便於公眾事務舉辦的時候 公共活動安全撤退 或說你要怎麼去部署 那是可以不識別 就只知道人數多少 可是王羲之那個事件是有識別的 那就是表示國家機器介入 各位你看我們在用手機的時候 不管你在下載什麼APP 當他要取用你的位置 他一定要你同意 你要點了同意他才會用 這是有法律規範他們的 雖然你不知道他們有沒有取用 所以這個一定會 我們還會加強來審視做一個修法 好 我們更多話題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西班廷豪大雞排 它幾乎是地標型的美食 而且它的價格也一直引起大家討論 不過最新的消息 這個地標型的美食突然間沒了 停業了 它變成伴手禮 老闆出來講說兩大理由 第一個 因為一天到晚被檢舉 它的油煙味很重 因為台北市政府 現在對油煙味的取締 越來越嚴格 另外一個就是當然 他覺得這個是不是有人覺得說 雞排越來越貴 像他們十年來從60塊錢 現在變成90塊錢 看板都可以說話 有些人就講說 變成外國客在吃 台灣人都不吃 甚至他Google上面很多台灣人 都寫說很像肉質 就是薄薄一片吃起來 口感遠不如其他的雞排店 那你又那麼貴 但我必須跟他講一下 90塊錢在現在的雞排來講 算便宜了 你看到這個超派的炸雞 雞排120塊錢 他全盛時期有十家店 現在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太貴了 名氣過了之後 炒過之後就只剩下五家了 剛剛講的豪代雞排 全盛時期台灣有60家 現在只剩下10家了 雞排店是不是越來越貴 變成不是同班美食之後 人家就不吃了 不吃之後你就越來越少了 另外一個西門町 現在有一些電影院 秀泰影城要熄燈 那不是秀泰不行了 是秀泰秀到說商圈 是不是要從西門町轉到東區了 因為他們即將在 大巨蛋的園區裡面 赤資三億元打造一個全新 旗艦的影城 所以西門那個乾脆收一收 今天有新聞說 東區發展的軸線東蟻樓 大巨蛋商圈 迎來第一筆破萬元的店面租金 不過現在西門町西區的這個租金 還是比較多 一萬多的比比皆是 然後包括我們看到 好市多的黑卡 有會員就說黑卡 會員比較貴 3000多 年費是3000 結果你的東西什麼都買不到 一些高檔的這個Prime的肉品 買不到 然後生蝦的這些價格 好像越來越貴 特大的這個生蝦 一袋429塊錢 海鮮煮一個699塊錢 越來越貴 他覺得黑卡好像有點白搭 請教委安 我先講好市多好 因為我是好市多的會員很多年 可是我已經很久沒有去 因為最近太忙了 但也就一直續卡 好市多的會員他有很多的 譬如說在外面買不到東西裡面 大量買是比較便宜的 可是確實好市多台灣化 美國的話 大家去那邊開個車 買一個禮拜的量 所以他的肉一次有2000多塊 一盒 牛肉很棒 可是講說我們冰箱冰不下 一次沒有吃那麼多 所以慢慢點就 台灣人比較不愛買的 他做調整 可是黑卡的使用者 他講的有道理就是說 我為什麼要辦好市多 不然我可以去其他 我去加樂福 去全年社 就是好市多 應該可以賣別人沒有的 可是他現在發現 他期待的那些產品沒有了 其實我覺得這個東西不用增值 如果你覺得好市多 沒有你要買的東西 你就退卡就好了 也沒有說不讓你退卡 再來這個秀泰 因為他是要到大巨蛋旁邊 有一個新的商場 現在準備在快要開了 大街在打棒球旁邊 我知道有一棟白油公司 他要轉移過來 就其一 其二就是說那你西門町 為什麼瘦 西門町現在人潮沒有以前那麼多 這加上其實西門町隱存很多間 所以你要說他經營不善 確實應該沒有說大賺錢 那他又沒有不想要這麼多人力 他就這邊收掉去看那邊 所以也不是說沒有人看電影的 但是其實現在電影的票房 都確實跟以前不能比 以前只要過年一個票房嚇死人 可是現在大家都看串流影音 收視習慣不一樣了 所以他另外要開一間 所以這邊收掉 我覺得蠻合理的 再來就雞排 你說雞排其實在台中 一片一百二 我覺得當然一開始大家會覺得說 是網紅雞排 新鮮 長鮮 但你到後來發現 就是他沒有辦法 每天賣出那麼多的時候 他也會有成本考量 所以講說為什麼 才一下子而已 就沒多久就要收了 那沒辦法 因為你成本高啊 那豪大大雞排 這個倒是已經做這麼久了 他現在不想做了 這個我就真的是 你只能聽他的理由 我跟他也不認識 說不定他對我來講是這樣 其他理由 可是豪大大雞排已經做很久了 那價格也一直增加 我記得我以前小時候 吃雞排是三十塊 現在是一片都是九十一百 一百一百二 那你要想看看 雖然現在便當都變貴了 一百塊上下的便當 其實是存在的 對不對 其實在台北市 那一個便當一百塊上下 你一個雞排一百二 我是對的 我不用吃飯不用吃菜嗎 而且我到去吃自助餐 可能不用這個價格 所以這個都已經算是 終極以上的消費了 那他要考量他的那個電租 因為電租可能一直被收貴 看你生意不錯 他也許電租一直被收貴 所以他發現說做到要死 賺不夠多 我又做要做什麼 所以他把它收掉了 所以每一個你看到這些東西 包含了好事多 或是說什麼這些隱成 他都有他的理由了 就主要是因為消費習慣改變的時候 有時候就會做一些改變 也不用想說一定要怎樣天長地久 那由奢入檢 到底容不容易 消費習慣的改變 到底有沒有這麼好 說改就改 欠稅大戶前三名 因為每隔一段時間 我們就會公佈欠稅的 希望用輿論的壓力 讓他們感受到 是不是自己應該要更守規矩一點 沒有想到前三名 居然都是姓黃的 黃偉翰 有欠稅老實招來 你看他們是多少錢 第一 十幾億 不是他賺的錢 是他欠的稅 欠的這個十億就寫多 他欠的稅就十億 十九億了 已故的股市迷人黃任聰 他過世也這麼久 他一直盤踞在第一名 第二名是高雄的黃成志家族 他們欠了十五億 第三名還是黃任聰 黃任聰的姐姐 欠了十二億 聽說他們還有其他的家人 也在排行榜之前有在 後來是就去掉了 不過現在有一個最奇怪的是 本來欠稅 我們大家都繳稅 你賺這麼多 繳這個稅也是應該的 你沒有繳你逃稅 但沒有想到我們台灣的 法令制度裡面 有一個追溯期 過了這個追溯期 如果過了 我們就不來討 就等於說失效了 就不用再跟你追討了 前後最長追稅十五年 十五年其實不長 十五年一下就過去了 這樣子他就不用被列在上面 就不用來追討 目前累計這麼大比額的 大概有十六件 總計三十一億元的欠稅 這個可能會因期滿來注銷 永遠都追不回來 然後最近最有名的 就貴富奈奈的公公回到台灣 他現在是欠稅七千多萬 跟他們比起來差很多 但是他現在就是 全民要緊盯他 如果你逮到他 待計程車 高鐵 飛機 去KTV炒股票 投資等等 你去舉報他有獎金可以拿 這個要請教龍介兄 這個他是十五年 是在07年那個時候修的法 黃任聰這個已經二十幾年了 就是現在追追追追 然後他拿了什麼花瓶什麼 他也有繳 有繳一部分 有處理一段 那這些人的欠稅 像中和所得稅 你意思是說 中和所得稅如果欠十五億 加上遺產稅 那表示你繼承的跟你的所得 一定是超過這個好幾倍 那為什麼他要辦理繼承 那些東西可以過付 他錢可以不繳 這是我們政府也有一點問題 不然後面不管如何 那你等於在欠稅以後 他開始追繳 我跟你講 這個執行處要在也是很 不比黑道溫柔 我跟你講 那天我就問了法務部長 我說你知不知道你們執行處 我們那個當事人來說說 他進去問問 畢竟門口就調兩戶手扣在那裡 來是這樣跟你問 那這個15年是因為07年 休了以後 這個已經等於延了兩次之前 所以這一些欠稅的人 我跟你講大部分都是他把錢 藏在他的親友的名下 所以基本上他是有錢的 還是有錢的 要去借 等於你法律上沒有辦法證明 這是你的 這一塊一定要追稅的人 要多用一點工 那你只要靠我們檢舉 黃偉 今天去坐高梯 他今天... 抓到 抓到 又怎麼樣 我都沒錢 隔天就小龍姐請我 他打票給我 別人給我 我用的 這樣可以嗎 所以他去就有很多種理由 他今天去吃牛排 請公公長那個樣子 兩千二 折來折去 一千八可以 兩千二不可以 有時候訂這個 只是一個形式上而已 但真正的這些都已經超過20年 很難再追回來了 好 我們更多的話題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台點又差一點要翻車 直接看這站軟軟車站 畫面相當的驚人 不知道為什麼偏頗 有一個人騎著摩托車 就旁邊摔下來 直接摔到軌道裡面 還來不及反應 已經遠方聽到自強號 噗噗而來 那差那麼一點點 就要輾過去了 自強號有感應到有異物 但完全來不及踩煞車 後來煞停了 但是其實如果來不及的話 就直接輾過去了 這個畫面相當的驚人 那暖暖為什麼會有人騎摩托車 穿進去 然後摔到月台 太離奇了吧 我們直接看空拍的畫面 這是暖暖車站 他摔在地方在這邊 原來這個上坡上去 有六戶人家 這六戶人家 有另外一個出口 但是那個出口很複雜 他們平常都靠這一條路進出 必須要經過暖暖車站的月台 但是台鐵有規範他們 你不得騎腳踏車 機車都不行 因為你會影響到月台的安全 所以他們回家 車只能停外面 然後走進來 但這一個人怎麼會騎摩托車 因為他們是住戶的朋友 搞不清楚那邊的狀況 然後住戶也可能沒有跟他 好好的仔細交代 這個人就騎摩托車去 但是他騎上去 騎到一半的時候 突然剎車壞掉了 所以車就滾滾滾滾下來 他就摔到月台上面了 他也受傷 但這已經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他沒有卡到車 到時候他出狀況 車裡面的人也因此出狀況 六戶人家 他就這個唯一的出道 有人講說 是不是他那個山坡下來 另一個把他封起來 但問題是台體的規定就是 你不能騎車上去 我也要問一個 那軟軟車站 怎麼沒有人發現他騎摩托車進去 他又不是突然出現 沒有人制止他 到底管理上出什麼問題 請照聯修先生 規範是規範那六個 就是那六戶民宅 你長期住在這裡 那不幸中的大幸是 還好他煞車斷了 所以速度夠快 速度慢一點就會在鐵軌上 你說衝更遠的話 他剛好過去了 所以沒有碰到車 那這個很容易就簡單 你不管如何規範 你只要弄一個活動欄杆 車子就進不了 人可以過 車子進不過 就一個活動欄杆就可以了 那為什麼台鐵 難怪你台鐵年年再出